聪明的李月英 为了成全自己师妹红月娥和罗张的婚事 定了这么条计策 把两个人所在屋里有这么个环境 叫他们两个言归于好 因为老李家算一手托两家 他们既跟对松官的红元帅是朋友 又跟罗成当初有过交情 所以才这么做 不过也很危险 真闹出人命怎么办 李月英有主意 一直在门口听声 在关键时刻他进来了 这边罗张跪着 那边红小姐也不言语 这才进来拿话吓唬他们 罗张才多大 要拿今天说须岁数才十八岁 没离开娘 没离开过御书房老师 第一次到外边 他哪经过这么大阵势 也吓坏 扑通又跪下了 启示发愿 李小姐 如果红小姐能原谅我 我一定把他领到我军营当中 好好待他 哦 那么妹妹呀 你看 他灰心转意了 你怎么样 姐姐 我不同意 为什么了 当初不你乐意吗 姐姐 虽然说 我们俩 同居一室 但是 我夫兄如果在对松关 要是被他们给打死了呢 有杀父诸兄之仇 我死都不降 我还得杀他 除非是我父兄没有危险 咱们可以商量这门婚事 另外 得有人 给做主 这事好办 我叫我父亲给你做主 咱们先搁在这 至于说 对松关那父子三人怎么样 我也不敢说 呃 罗章说 在出征的时候啊 程老千岁讲过 这次我们出兵是制服不制死 我想 老人家不至有危险 哟 李小姐说 没有危险 我听说 在江场上 你对我妹妹可狠了 差点给扎死 罗章脸 蹦就红了 我不已经给裴礼 道歉了吗 我错了 还不行吗 就在这 这儿 丫鬟说话了 二位小姐啊 嗯 老寨主 请你们呢 李月盈说 行了 妹妹 快穿衣服吧 就这样 李小姐和罗章出去 红月娥 穿好的衣服 自己琢磨 这件事怎么办 只能按照 我姐姐说的办 如果 罗章真灰心转意 我父兄没有危险 哎 只可这么做 就这样 他赶快下了楼 来到了前边的书房 李寨主在里边等着呢 一看这男女三人来了 哈哈大叫 快坐下坐下坐下 重现现查 查罢 隔斩 呃 月娥呀 老夫给你做主 就把你终身许给罗章 罗章啊 你要怕有临阵收妻之罪 将来我到军中 替你向成老千岁求情去 你看怎么样 就在这宫里 就听山下 倒 咕噜噜 倒 咚咚咚 咚咚 啥呀 哪呀 超山灭寨的来了 哦 楼兵 登登登登登 一直往山上跑 一个个吓得惊慌失色 很快来到书房外 报 老寨主 大事不好 见了吗 哎 老寨主啊 来的超山灭寨的了 是哪来的 是对宋官发来的唐兵 嗯 来啊 背马 抬头 我看看 那位说来的是哪 正是大唐营的将官 怎么大唐营的兵来宫里家寨呢 说出一张嘴 难说两家事 咱们说的是 罗张 落在山寨上 那么对宋官是怎么情况呢 昨天晚间 这罗张悄悄的叫来了 玉池江 玉池海 游至成通 我把这个洪小姐稳住 你们带三千先锋兵 去给我攻城 就这样 这四元小将领的三千人 就来到了对宋官城下 来个初期不义 攻期不备 真就上了城头 开关落索 人马浩浩荡荡 杀尽对宋官 对宋官的主将洪杰 从梦中惊醒 他做梦没想到 我这城池固若金汤 怎么这么快 就被人给攻开了呢 赶紧找他儿女 找他女儿不在 连儿子都带伤 哼嗨不止 听这消息 急忙带马 清兵刃也冲出来了 老元帅也有伤 但是伤不重 继合人马 刚到狮子街 碰身 欲吃江 欲吃海 两条大江 这个上边一扎 下边那尾一划了 咔嚓 把老元帅的马前腿 给打折了 哭嚓 马一趴下 人就从马脖子上 掉到地下 赤虎成通 过来用小斧子 往脑子上一放 这挨洞 洞就把你给抹了 来啊 绑 三千人 可不少 把老元帅一抓住 那哥俩 红山红海 扔了兵刃 告诉我们投降 很快就解决战斗了 城里偏江 副将一律 被抓住 压在个大户房子里 你别忘了 这四元是小将 也没打过仗 不懂怎么办 哎呀 赢了 走啊 告诉元帅进城哦 玉石江 玉石海说 别着急啊 哥人在这看着 你去送信 快 把城头大旗给换了 这座对宗官 没经过战争 因为大唐朝啊 要想往六国进兵 必须走戒牌官 奔索阳官走 这个地方是个岔路 一直是 马放南山 刀枪入库 老百姓不懂得 什么叫打仗 突然这一乱都吓傻了 家家关门 庇护不敢出去 误到怎么回事 精兵 没经过战斗 没有经验 很快 投降了 再说赤虎成通 盲派人呢 给元帅送信 元帅 秦英 秦永孝和程咬金 带人马 很快来到队宗官 马上 城头之上 赶紧检查一遍 打扫战场 清典 凉库 还有器械库 一切安顿好了 秦英 打开花名册 干嘛 得齐军过锚 打完仗 先点名 谁战死没战死 好知道 头一个就是 罗张 喊了三遍 没人答应 嗯 秦英说 先封官 罗张呢 游志过来 哎 他那个 说 哎 工程了 程不是得下来了吗 得下来了 他不是那个啊 你不知道吗 我知道什么呢 哎 成通 罗张呢 罗张啊 他那个啊 你看 那个啊 什么就那个 这俩小孩都明白 咱要说 罗张收下了 对宗官的女将 犯收妻之罪 你别看他们小特子懂了 因为时期禁律 五十四斩 倒背如流 未从上奸场里 先得知道 军法纪律啊 我们得下对宗官 所立的大功 如果罗张哥哥 招亲 不但功劳没了 还得掉脑袋 能不害怕吗 所以这两个小将 那 嗯 程咬金捋着胡在这看着 等等 程通啊 爷爷 说实话 这座城怎么得的 他那个 他打的呗 谁打的 谁先上城 哎 一块上的 说实话 爷爷你还不懂 怎么事吗 姚志你说 嗯 爷爷 他是这么这么这么的事情 是我罗张哥哥 把那个厉害的女弟 引到一边了 我们就进城了 程好金明白了 坏 要这么说 这是罗张 骗了这个丫头 不是罗张 把这个女弟给杀了 就是个女弟 想罗张 置于死的 哎呀 还没等到前提 要把罗张 有个好歹 我怎么向罗王妃交代呀 那么他们上哪去了呢 城里没有 我再问 这个城的主帅是谁 嗯 不知道 副帅是谁 那谁知道了 人呢 反正除了啊 杀的就是抓起来了 抓哪了 那边个大空屋子 都锁那里 好 快都带上来 带上来 一个人一审 知道了 这里的主将就洪杰 把洪杰带上来 洪杰来到了帅堂上 程咬金一看 这个人明眉瞪目 誓死不屈的样子 嗯 好样的 他想起老道谢应灯说的 说对宗官的元帅 治军有方 安民有法 在这个地方好名声 想到这儿 程咬金把大嘴一脸 哈哈哈哈笑了 洪杰一看 呦 这人长得太凶了 大扳头 翘下巴 大眼珠子 好像要掉出来 像那螃蟹眼珠子一样 鸡咯咕咕咕的 什么样这么凶的 哼 反正是个死呗 你叫洪杰啊 不错 洪杰啊 有个叫谢应灯的 你知道不 是个出家道长 不错 那是我磕头兄弟 他曾经跟我说过 说洪杰你是好样子 够个英雄 我们这次到你的对宗官 可不是工程来了 是想借路一用 因为你这条道奔白虎官 竟想从这走 本应该 老夫到你呢 跟你说个过来过去话 可是这帮孩子太厉害了 还没等我到这来呢 他们把官程拿下来了 不服气吧 唉 英雄出在少年呢 你应该想想 这次六国和大唐交战 怪谁呀 不都是那个苏宝彤 为了报家仇 挑起了战争吗 弄得百姓受刀兵之苦 君族在江场被杀戮 如果你能投降大唐 咱们早日平息这场战争 可是功德无量的事 嗯 弘杰听完这番话 又看看程咬金 此时他觉得程咬金 就不那么凶了 他低头没言语 来啊 给弘老元帅松绑 绑绳绳绳绳了 又给个座 弘杰没客气 一屁股就坐在这 请问 您是哪位 哦 在下姓程 我叫程咬金呢 啊 弘杰站起来了 上眼下一眼 看了半天 为什么 程咬金的名声太大 那可真是高山点灯 名头大 大海栽花 根太深了 谁不知道 随朝末年 因为随阳帝荒音无道 闹得全国狼言四起 各地英雄 各自为王 这程咬金 占据瓦岗山 当过浑石魔王 大德天子 还当过十八路返王的盟主 他是九成皇帝 后来保了大唐 官败 鲁王 德高望重 想不到今天见着程咬金了 哎呀 程老千岁 您可是福将 您可是老寿星啊 啊 我算什么福将 什么老寿星啊 今天脱下鞋盒袜 不知明天穿不穿 别忘了 我现在还在江场上呢 不不不 您可是年高有德 哎哎我是切高有枣 弄得红杰不好意思了 心想这个老头 你还是千岁 你怎么说话 程咬金说 红元帅 对松官 算你现官投降 怎么样 不算孩子们打的 投降归堂吧 还有你的两儿子 这 程老千岁 说起来 我早就有意啊 归到大堂 可是我不知道 我的女儿哪去了 现在 是不是有性命危险 在旁 程通说话了 哎呀 红元帅 你还不知道呢吧 你女儿啊 早就要投降 她看上我哥哥罗张了 想嫁给罗张 两个人都跑咯 啊 他这才明白 哦 我女儿 是跟罗张走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哎呀 昨天半夜 他们就出来 在那边说 瞧瞧话呢 说完话 不到哪去了 孩子当个笑话说 老帅着急呀 要能找着我的女儿 我女儿真要是 能嫁给罗门之后 我们一家的院 投降大堂 那么你女儿能上哪呢 想了半天呢 唯一的地方 就是李家寨 可能他去找他师姐 李月英去了 好 赶快派人去找 就这样 叫红山 红海岭路 带领一千人 程咬兴跟随 带领四元小将 很快来到李家寨 到这之后 见到李寨主 李寨主说 他们都在山上呢 李寨主把红月娥和罗张的事 从头至尾 说了一遍 我从中唯眉 将红月娥 许给罗张老千岁 不知道你乐意不乐意 呀 还有抢我的活的 一辈子我净宝没了 哎呦 那么红月娥 跟李寨主 你怎么这么熟呢 哪跟我熟啊 我的女儿李月娥和她是一师之徒 她们好像亲姐妹一样 罗张和红月娥的事 还多亏我的女儿周全 哦哦哦哦 那么你女儿定亲没有 哎呀 小女儿冒仇 高门不成 低门不救 行了 你把女儿就托给我吧 我给出个主意 不知道你们乐意不乐意 干脆就来个二女示意夫 把红月娥李月娥都许给罗张 你乐意吗 哎呀 我是求之不得呀 我早有此意 那家俩分不开 昨天晚上呢 呃月娥的事 还是我女儿成全的 又是在我女儿的绣房啊 呃呃 他们见面的 当然我乐意了 不知道 罗少爷 程晓金说 你说罗张啊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说了算 快 把两位小姐请出来 时间不大 请来红月娥和李月英 两个人给鲁王一见礼 鲁王一看 嗯 好 好 这两个女人都貌美如花 贺罗张 真是郎才女貌 行了 我做主 啊 赶快呀 回队宋关 跟红杰说说 成全他们小夫妻三人 拜堂成亲 李斋主 我们走了 你放心吧 哎呀 有什么不放心的 我女儿终身有靠 我总死也瞑目啊 呃 月英啊 爹 这件事就这么办了 姑娘含羞的点点头 心满意足了 简断接说 两个姑娘上马 带着丫鬟 直奔对松关 来到对松关 程晓金把这件事情 告诉了红杰 红杰也要高兴 又跟元帅秦英一说 秦英也点头 马上 宅选良辰 几日 小夫妻三人 拜堂成亲 怎么这么快啊 哎 不快不行啊 前敌打仗正在用人呢 程耀金 有程耀金的想法 我带着十三家小国公 岁数都小 这两员女将 精明强 干武功又好 比他们也大 江场上 多两个帮手啊 多两个保护人啊 又过了一天 应该起兵了 因为前敌 需要将官 非常着急 怎奈 走不了 为什么呢 粮草味道 有那么句话 大兵未动 粮草先停 这粮食 是军兵的命脉 没吃的打什么仗 压粮郡草官 是国舅沾红 至今 粮台味道 随军带着粮食 几乎吃光了 可怕轻盈几坏 怎么回事啊 程晓军说 我们改变行军路线 你派那派人 通知国舅啊 通知了 哦 我明白了 这小的是官报私仇啊 他的父亲 在京城被你给踢死了 他怀恨在心 以压粮运草为名 实际是故意 拖延日期 好叫我们全军覆没呀 哎呀 圣上啊 你不应该派詹红 当压粮郡草官 把亲英恨的 现在要见到詹红 能把他给杀了 着急没用啊 十万大兵 一天吃多少东西啊 最后多亏了 红月娥的父亲 红杰说这么办 我对松官 还有些粮草 我把他都划了划 给你们凑齐了 另外呢 跟李寨主 再借些粮草 等后边的粮响到了 我负责帮助给还 没办法 就这么做吧 多亏对松官啊 罗张 招亲 要没这个茶 真要成了对立仇敌 对松官 不给粮子 十万大兵 就得困到这儿 少一天粮也不行啊 简短揭说 两台车准备骑正了 这座对松官 由红杰和两儿子镇守 成了大唐的官员 又怕城池出意外 又给他留一部分军兵 然后大的人马 浩浩荡荡起程 路上无事不再多言 这一点 棒 前辈已看见 大唐朝迎盘了 眼看到白虎关了 成了金乐坏了 哎呀 你还别说 都说老而不能 我成了金又能的 七十岁都过得的人了 来回跑京城 可两三趟了 快 通知梨花 就说我成了金 和三路远帅 秦英到了 两方见面 樊梨花跳鞋坐骑 眼中含泪 别着急 车到山前必有路 别忘了 我老城市福家 准有办法 这才演出一段 白虎关节围 大破金光阵 下回 接着说